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烘焙艺术空间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魔法般的奶油花卉,裱花技巧秀 二,绚丽多彩的水果塔,鲜果与糕点的邂逅 三,手工艺术面包,编织面团的秘密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魔法般的奶油花卉,裱花技巧秀 各位亲爱的烘焙爱好者 甜点迷和那些偶然迷路 闯进这个奇妙世界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些让人目不转睛 让蛋糕从频繁变成杰作的魔法般的奶油花卉 裱花技巧秀 首先,让我们来点历史背景 裱花这门艺术可不是昨天才发明的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 当时的法国和意大利糕点师们 就开始用唐双装饰他们的作品了 但是,那时候的裱花比起今天的多彩多姿 形态刻意的奶油花卉 简直就像是黑白电影和IMAX3D大片的差别 现在,裱花技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水平 有的糕点师就像是握住魔杖的巫师 他们的裱花枪是施展魔法的工具 一挤一抹,就能让奶油绽放成各种花卉 从玫瑰到牡丹,从玉金香到樱花 硬有尽有,色彩斑斓,栩栩如生 但是,别以为裱花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这可是需要耐心,技巧和创造力的工作 想象一下,你得在那软绵绵 易容的奶油上进行精细的操作 一不小心,你的玫瑰可能就会变成一团不明物体 让人想起了某次实验室的失败实验 而且,裱花师们还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毕竟,当你花了数小时制做出一个完美的花卉蛋糕 然后它在客人的派对上被一刀刀切开 那种心情,就像是看着自己的毕生结坐在眼前 化为乌有 但是,当看到人们因为这些美丽的奶油花卉 而惊叹不已,那一切的辛劳都变得值得了 裱花技巧不仅仅是烘焙的一部分 它更是一种艺术 一种让人们通过味觉和视觉双重享受的艺术 每一朵奶油花都是表花师对美的追求和对细节的尊重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个装饰柱精致奶油花卉的蛋糕时 不妨多花一点时间欣赏一下 因为那不仅仅是一块蛋糕 那是一件蕴含著时间爱和魔法的艺术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绚丽多彩的水果塔 鲜果与糕点的邂逅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探讨这个美味的话题 水果塔 这个让人垂涎三尺的甜点 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一种艺术 一种文化 以及一段历史的缩影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代罗马 那时候的人们可能会用蜂蜜和水果来制作原始的水果塔 不过 他们当时的作品与我们今天所见的华丽水果塔相比 可能就像是史前洞穴壁画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之间的差距 快进到中世纪,水果塔的祖先,水果派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 那时候的派其实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 厚重的面皮下藏着各种水果 但别指望能找到今天我们所说的那种精致的甜点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随着糖的普及和烘焙技术的进步 水果塔才开始慢慢走向绚丽多彩的道路 糕点师们开始尝试用更轻薄的面皮 更精细的糖霜 以及各种各样的水果来装饰他们的作品 使之成为贵族宴会上的常客 到了现代 水果塔已经成为了一种国际化的甜点 无论是在巴黎的老牌糕点店 还是在东京的时尚咖啡馆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它就像是一个师姐旅行家 不断地吸收各地的风土人情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现在让我们来聊聊水果塔的制作 想象一下 一位糕点师在厨房里像是一个魔术师 将一块块黄油和面粉混合施展手法 变出了酥脆的塔壳 然后他们会像画家一样 用各种鲜艳的水果作为颜料 精心地在塔壳上作画 最后再用一层亮晶晶的果胶 作为画作的保护膜 每一口水果塔都是一次味蕾的邂逅 酥脆的塔壳 香甜的奶油 鲜美的水果 每一层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和风味 而当你品尝它的时候 就像是在阅读一本跨越时空的美食小说 每一章节都充满了惊喜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水果塔不仅仅是一种甜点 它是糕点艺术的极大成者 是文化交流的使者 更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下次当你看到一块色彩斑斓的水果塔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块甜点 这是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手工艺术面包 编织面团的秘密 各位面包爱好者 面团魔法师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现代创意的艺术 手工艺术面包 特别是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编织面团作品 这不仅仅是烘焙 这是一场面粉 水 酵母和盐的华丽舞会 是对古老传统的现代演艺 更是对耐心和细致工作的极致考验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面团是一群社交场合的害羞者 那么编织面团 就是让这些害羞的小伙伴们手拉手 编排成一场精彩的集体舞蹈 这场舞蹈 不仅要求参与者们的默契配合 还要求他们在热情的烤箱中 保持优雅的姿态 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 编织面团的秘密 首先在于面团本身 一个优质的面团 就像一个有潜力的舞者 它需要有足够的弹性和延展性 这需要正确的面粉选择 通常是高筋面粉 恰到好处的水分 以及精准的发酵时间 只有这样 面团才能在编织的过程中 既不断裂也不失去形状 接下来是技巧 编织面团就像是在做一场手术 每一次切割 每一次交叉 都需要精确无 有的面包师傅 会用他们的手指 如同演奏钢琴一样 在面团上跳跃 编出各种复杂的图案 比如辫子 花朵 甚至是复杂的几何图形 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展示 更是对面包师傅耐心 和创造力的考验 但是 别忘了 面团是活的 在编织的过程中 它会继续发酵 这就像是舞者在舞动中 不断变化着身体的弧线 面包师傅需要遇见这些变化 并在编织时加以控制 以确保最终出炉的面包 既美观又美味 有趣的故事是 编织面团在不同的文化中 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一些文化中 编织的面包 象征着家庭的团结和和谐 在其他地方 特定的编织图案 可能用于庆祝节日 或纪念特殊事件 比如 东欧的复活节面包 Pesca 或是犹太人的植物节面包 Hala 它们的编织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和宗教意义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尽管编织面团是一门艺术 但它的终极目的 还是为了享受 当面包出炉 金黄色的外皮下 是层层叠叠 软绵绵的内心 那是所有面包师傅们的骄傲 也是所有时刻们的幸福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块 精美的编织面包时 不妨想象一下那些面团 在烤箱中跳着华尔兹 而你 即将品尝的 不仅仅是面包 而是一段跨越时间和文化的美妙舞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表花 水果塔和手工艺术面包 三个令人垂涎三尺的烘焙主题 表花技巧秀 展示了表花师们的魔法手法和创意 水果塔带给我们无尽的水果美食体验 而手工艺术面包 则是一场面粉 水 酵母和盐的华丽舞会 这些烘焙作品 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一种艺术 一种文化 以及一段历史的缩影 它们是烘焙师们 通过耐心和创造力 创造出来的艺术品 也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 表花技巧秀让我们见证了 奶油花卉的魔法 水果塔让我们享受了 鲜果和糕点的邂逅 而手工艺术面包 则是一场面团的编制秀 这些烘焙作品 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觉 也满足了我们的视觉和心灵 我希望这次的探索 让你们更加了解和欣赏 这些烘焙的艺术品 也希望它们给你们带来了 满满的幸福和美味 现在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喜欢表花 水果塔 还是手工艺术面包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烘焙故事 或者问题 想要和大家分享呢 留言告诉我们吧 让我们一起探索 烘焙的奇妙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